大家早安 今天全球現場 我們持續帶你來聚焦的是 中飛在南海這邊爭端在一起 美飛的結盟態勢現在更加的緊密了嗎 好 當然中國大陸就頻頻指控 這背後菲律賓有這麼多的動作 恐怕就是美國在撐腰吧 因為菲律賓最近在南海的動作 真的滿頻繁的 好 最近的這一期帶你來看到的是 兩天前菲律賓出動了 C-208B大棚車偵察機 對於在仁愛礁這邊 好 當然中國大陸一直說是 坐攤的馬德雷山號空投物資 好 其實空投物資不是第一次 不過這一次看得出 這美國插手的痕跡 為什麼呢 因為C-208B大棚車偵察機 就是美國援助給菲律賓的 菲律賓的空軍這一回採取的是 超低飛行空投物資 其實美國援助C-208B大棚車偵察機 給菲律賓主要就是 要增強菲律賓空中偵察的能力 可以對南海這邊進行快速有效的巡邏 還有監視 菲律賓常常讓他在南海這邊的相關海域來巡邏 但是呢 這幾次看得出來 菲律賓是有意想要記錄下這一切 跟中國大陸對峙的一切 好 由於呢 先前這個媒體記者成績在黃岩島 還有仁愛礁的空域拍攝 事後就把這些素材再加工剪輯 然後放到網路上去宣傳 宣傳的就是中國大陸海警局多麼的強硬 當然了最近還有一件事情也看得出來 美國好像在這個西太平洋這邊動作頻頻 就是美國的三艘航母這邊集結在西太平洋 當然現在就有人解讀說 這是不是又是美飛軍事結盟的另外一個市政呢 好 另外一件事情來看到的就是呢 菲律賓的漁民在黃岩島這邊捕撈海背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12號的時候 但是當時遭到中國大陸的海警給驅趕了 並且要求漁民把他們捕撈到的海背 扔回去海裡面才能夠離開 當然現在呢 整件事情曝光之後 菲律賓的態度也是蠻強硬的喔 好 這是菲律賓的海巡發言人塔瑞耶啦 他就說了 好 這個菲國的漁民呢 就算被中國大陸的海警這樣子阻攔 但是他們還是會持續出現在馬興若客灘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黃岩島這邊 菲律賓會盡全力的保障 菲律賓漁民的權益 他也說了 好 這樣子的做法 這個是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是所受益的 好 當然除了菲律賓有在南海這邊大動作之外呢 中國大陸當然也是想要擴張在這邊的實力 同樣的 他們在南沙群島的美濟礁這邊填海造陸 想要把這個原本露出海面的樹做珊瑚礁填成陸地 面積是達到5.52平方公里的美濟島 也成為了南沙群島當中 這個面積最大的島嶼 當然 它後來呢 也被賦予說有些觀光上的價值 很多人說這邊很像中國的馬爾蒂夫 除了下面其實真的是有人住在這邊之外 包括有住宅 還有醫院跟氣象站 燈塔等等建物是有觀光潛力的 當然在戰略上的方面 也是成為中國大陸的海上前哨 好 現在飛國的海巡隊就表示 有多名的菲律賓的漁民 他們12號就在黃岩島這邊捕撈海背 遭到中國大陸的海警給驅離了 好 這些海警要求他們把海背丟到海裡 才準確離開 但現在飛國是很強硬的表示說 之後這些漁民們 還是會在黃岩島這邊來捕撈一些漁獲 或者是海背等等的 要確保的是飛國漁民的自身利益 但是回過頭來看 其實中飛之間他們17號的時候 高層們曾經對南海問題 在上海這邊舉行了 第八次的雙邊磋商機制會議 其實雙方都有共識的 是希望可以緩解當前的緊張局勢 並且完善這個溝通的機制 以免可能有些誤判的一些狀況跟爭執 但是這個驅趕事件 其實是發生在中飛磋商之前 當然現在菲律賓就有進步的表態了 當然希望中國政府 可以兌現在1月17號的這場會議上頭 所做的承諾 好 但是呢 另外的剛剛提到這件事情 就是菲律賓的空軍 21號是採取超低低空投的方式 以小型的飛機在仁愛礁這邊 完成對擱淺的馬德雷3號的 這個船艦來進行補給 好 現在前大使借溫集他就分析了 其實中飛的實力太過於懸殊 所以導致菲律賓只能用這種方式來突襲 仁愛礁離馬德雷3號 對啊 他離菲律賓的最近的本土 有100多海里 可是他距離中國大陸的 最近的一個南海最大島 美濟島只有19海里 所以他只能用這種方法去運補他那個 他等於在中國大陸的實際實力的影響圈裡面 他只能用這種偷襲偷偷摸摸的方式 中國大陸隨時船艦就開出來了 上一次在這個仁愛礁緊召的時候 仁愛礁的內環裡面 他的所謂的戲弧裡面 大陸的艦艇都已經進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實力的懸殊 根本說穿了 不要以為在南海 菲律賓靠近南海正好相反 整個的這個動員跟他既有的實力 中國大陸是遠勝於菲律賓 菲律賓要飄人 美國的新總統將會牽動 美中之間的新的關係 會不會造成什麼樣的變局呢 當然現在全世界都在看 原因就是因為美國總統大選在11月就要登場 當然現在呢兩黨都在進行這個 最終選舉之前的一些造勢活動 還有剛剛我們看到的就是來 再跟這個一些地方的州政府 希望可以有一些在地方上拉抬選情 共和黨目前是有兩位候選人 都想要攪住白宮大位 包括的是前總統川普還有海利 都要攪住黨內的初選 川普的兒子在新喊部下州 助選的時候就嘲笑海利 根本就是希拉人 Haley's basically Hillary dressed up as a conservative for Halloween right? With the added benefit of wanting to send all your children to go die in every war imaginable I mean that's kind of a big one again I keep coming back to that one but it should be a big one when we went from a period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to war mayhem and poverty 雙方的競選是火熱開打 新喊部下州共和黨的初選 在當地時間是1月13號 CNN的民調現在就公佈了 其實川普的支持率 還是過半的 目前是有50% 但是前駐聯大使海利 則是只有39% 兩者的差距目前是越拉越大 而雙方目前比數上 當然還是川普占上風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謝謝ran 謝謝駅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